《平法論治》 歡迎大家來到《平法論治》時間 我和拍檔Simon 見面 各位觀眾好 我們今天想和大家說一宗很重要的事 一宗有關爆炸品的案件 其實重要的事 爆炸品的案件判了十二年監 但是上個星期 拘捕了一班光誠者的人 其實他們在做甚麼呢 為甚麼拘捕了他們呢 就是有學校的保安 看到幾個人偷進學 我打算偷一些化學品 好了 報警 一拉一拉 前後七個人 問題就是 一宗爆炸品 TATP案件判了十二年 但跟著這個光誠者 光誠者這班人 又是在學校的化驗室去偷這些化學品 問題就是一樣 香港是否正在走進行恐怖活動的路線中 今天我們和大家談談這個問題 Simon 首先我想我們想說回TATP的案件 被告盧日新在2019年 德士古道工廠大廈 非法及惡意管有TATP 即三個氧化三丙圖 意圖危害生命及損毀財產 判了十二年 由這件事 即是我們可以說起爆炸品的事 你對這件案件 有些甚麼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件案件 其中除了TATP的炸藥找到之外 另外還有在現場是一個工廠大廈 在荃灣的工廠大廈 這位被告人當時也有被找到其他遺禁品 包括一些製作炸藥的原材料 一些譬如寫著《光復香港》 《香港獨立論》 顛覆國家的單張等等 還有十個汽油彈 這些很明顯是屬於恐怖活動 從我的角度看 這位被告已經算是幸運 因為他被拘捕的時間在2019年 當時港區國安法還未開始實施 如果國安法實施中其中一條控罪 涉及到恐怖活動 這些很明顯是屬於恐怖活動 因為現在談及TATP炸藥 其實它的爆炸的威力 按照專家的報告來說 更大於更加普遍的TNT 因此這些很明顯是屬於恐怖活動 如果這位被告現在才開始 過多兩年才能拘捕 刑罰可能會更加重 這宗案件完了 大家可能很幸運 買一買汗 但如果我們看最近上星期 是拘捕了那些光誠者 一班年輕人 似乎都是學生 或者是剛剛讀完書的學生 他們被拘捕 因為他們在學校 入了學校裏面 想偷化學品 被拘捕了 問題又來了 這宗案件 再看上一宗案件 我們逃脫了一宗爆炸案 幸運我們逃脫了 但還有人在想這些事情 你的看法是怎樣 因為我們首先要了解 為何我不是說 現在未有百分之百的證供 顯示這些學生 偷這些法學品的用途是甚麼 但我們首先要了解 就是相對光誠者這件案件 以及剛才的奴日新案件 我們要了解就是 製成TATP這種炸藥 即是其他爆炸品 沒錯 他們的製作方法 是比較不困難 不複雜的 但危險程度是很高 因為特別是TATP 它有少少磨擦力 已經可以產生很巨大的爆炸 而且在室內的殺傷力 如果是爆炸的時間 室內的殺傷力 遠遠高於室外 所以如果假設這班光誠者 這班被疑犯 偷這些化學材料 目的是製造一些爆炸品 當然那件控罪 將會是很嚴重的 當然我們現在未知道 他的內情是怎樣 現在拘捕了七個人 其中有五個人被告 懷疑是干犯了 顛覆國家政權罪 他偷了什麼化學品 可能都要等到上司機場 才知道 但無論如何 一提到爆炸品 一提到恐怖活動 大家自不言 都會大喊一敬 香港是一個很和平的地方 如果有這些事情發生 你說怎麼辦 這班光誠者企圖 偷一些化學材料 我相信 律政司那邊 都會要求一些專家 確認一下 這些化學材料 可以經過什麼步驟 製成一些爆炸品 我相信 將會在很短期之內 能夠有一些專家的證供 確定這些材料 可以是演化成什麼為之 一些所謂finish product 究竟是什麼 製成品將會是什麼 我想特別在這裏 讚一讚一讚一張報紙 這張報紙 在禮拜五 登了一大版的新聞 這張叫做文匯報 文匯報所說 今年年初 已經開始跟光誠者 在街上拍攝 做一些宣傳 發覺他們在一間工廠大廈 租了一個120呎的地方 去搞什麼 不知道原來裏面 還有些人 卻偷化學品 又說 有些防毒面具 其他方面 被彈醫 全部都說出來 所以這裏值得讚一讚 文匯報 在調查報告 這件事做得非常好 唯一不知道 他有沒有通知警方 或者他還在做 現在警方 在另外一個情況下 拘捕了這班人 然後爆料出來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找回星期五 星期六的文匯報 上網看看 值得看 是啊 圖文並報 這件事被判十二年 即聖盧這個被告 其實香港都不僅只有他 是藏有爆炸品 是被判有罪的 沒錯 當時葉繼歡 大家都可能記得 賊王葉繼歡 都是同樣的 其實在盧日新那件案件裏 那位法官作出判刑的時間 他都有將這兩件案件 即是和葉繼歡那件案件 作出比較 法官就說 葉繼歡當年 雖然藏有兩公斤的炸弱 TNT 但是法官就說 他當年都是為了求財 他說相對這件案件 相對這件案件 法官認為基於這個原因 可能會製造大量公眾傷亡 因此而判得這麼重 無論怎樣也好 在香港我們不要說炸藥 就算槍械管制也這麼嚴重 槍械管制相對炸藥 究竟哪一件事殺傷力更加大 很明顯是炸藥更加大 所以判十二年監禁 以十八年監禁作起點 即是葉繼歡判十八年 沒錯 葉繼歡判十八年 但有位盧逸申 因為認罪 所以法官用十八年判刑起點 由於他認罪減至十二年 都算是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其實Simon 有一點值得跟大家提一提 警方判案之後 透露 反修例運動中 涉及爆炸品案件 有十七宗 其中有五宗涉及真槍 除了這宗案件 還有三宗案件 會在高院處理 高院處理最少判刑 十年以上 如你所說 到時大家都要很小心 老實說 我們唯一和爆炸傷人死亡的 唯一阻隔是警方做得好不好 如果警方一有酒漏 香港真是大事 沒錯 所以我們很感激警方 他們一直做得很好 收集情報和他們的行動 配合得十分仔細 大家很明白 聽完這一集之後 其實聲勞的那宗案件 就是一宗爆炸案 另外有三宗涉及爆炸品的案件 就是高院會審的 大家再想一想 現在再加上光誠者這宗案件 究竟香港是否有些人 目的是要真是搗亂香港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要以為你去參加非法集結 或者去遊行示威 其實你是否會幫到這班人 去傷害香港 大家都是小心點好 千萬不要助長壞人 用爆炸品或其他方面 或者暴動的人 令到他們有機可乘傷害到香港 好 我們今天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 拜拜